为了加强打击犯罪的力度改善警察部队的服务 本地的三个邻里警港率先革新推出了电子服务站 以便为居民提供全天候的自动化服务 考虑到全岛各地的人口分布 警察部队特地选择在马西岭、拉丁马市和西海岸的三个邻里警港 率先试行新的电子服务 居民可以不受时间限制 在电子警务厅进行在线报案 或者申请所需文件 公众也可以在捡到东西时 直接通过服务站的这个失误收集箱交给警方 虽然警港没有警员助手 但是如果在使用时遇到问题 居民还是可以通过视像对话向值班警察求助 警方也为年长人士提供特别培训 教导他们如何使用新服务 警方将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征求公众意见 并在全国63个邻里警港 分阶段推行新的电子服务站 过要是1个月征 зачем 良侠千亿 分阅